后上脑袋头 现在我看到一个飞的鞋子飞 鞋子飞把后脑巢磕了一下子 这样飞的鞋子飞过来 把后面带了一下子 它这样飞过来 鞋子飞过来的时候 把后脑巢带了一下 它是倾斜度的 倾斜度这样飞过来 把后脑巢磕了一下子 磕了一下子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也在讲的相邻关系 与邻居之间的关系 与邻居之间的关系 现在就发现邻居之间关系 要加个飞铁要加在里面 这才是正常的生活 也就是现在就是不可回避的 有个飞铁因素在我们周围 但我们眼睛看不见 就增加了这个因素 就像以前有电磁波 后来他们搞核物质以后 有核辐射 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 有飞铁运动 对人产生影响 要把这个因素 纳入到考验范围之内 是这么一个情况 至少目前会存在 未来怎么样 不知道 未来很可能就 工程满前以后 很多飞铁就走了 就没那么密切了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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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